在快节奏的生活里,越来越多的人难以享受到一觉到天明的乐趣,甚至失眠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常态。 从医学角度来看,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紊乱现象,即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,自身的睡眠质量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,失眠常常表现为难以入眠,想睡却睡不着,长时间持续睡眠困难,过早的或者间接性地醒来而导致睡眠不足。 据调查结果显示,我国约有30%的成年人,是患有失眠的症状,而长期失眠下去给我们自身,的带来的不良影响非常大,所以必须高度重视起来,失眠有哪些危害? 一,失眠会导致抑郁。失眠和抑郁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,许多抑郁患者都有过失眠的经历。 医生表示,长期失眠会使人情绪低落,缺乏主动性,反应迟钝,自责自罪,严重者甚至会厌世,产生自杀面头和行为。 二,失眠会导致毁容。长期失眠的人与正常人的脸色有很大区别,经常面色是黯淡、辉煌、无光泽的,并且还会导致皱纹增多、皮肤粗糙、出油多、黑眼圈加重等情况发生。 许多女性的内分泌失调,引发脸上大面积的爆发痘痘,也是因为失眠引起的。 三,失眠会导致免疫力下降。长期的睡眠不足,会让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应激调控系统长时间被激活,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衰竭状况,进而引发调解紊乱。 肌体的各种新陈代谢、产物,不能及时被排出,免疫力就会随,只降低,而免疫力低下的人身体虚弱,经常会感冒生病。 四,失眠会导致的癌症。心脏病的几率增大人体内的细胞分裂多在睡眠中进行。 睡眠不足会影响细胞的正常肆裂,就有可能会产生癌细胞的突变,而引发癌症的。 此外,睡眠不足还会引起血中胆固醇含量增高,使得发生心脏病的机会增加。 除了以上情况,睡眠不足还会时常感到疲劳、全身不适、无精打采、头痛、记忆力不集中等症状。 在精神方面,严重一点还会导致精神撕裂。失眠千万别依赖安眠药,恶性循环你伤不起。 失眠的人床头常被有一些安眠药,起初入眠全靠它,一颗药下去,要是还睡不着就再加量。 长期以往,许多人发现吃的药越来越多,却依然睡不着。 其实,吃安眠药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,并且对身体也是有副作用的。 如此,恶性循环下去,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。 想要沾床就睡,不吃安眠药,多喝一种水,医教道天亮治疗失眠。 中医推荐饮用,山丹桂圆茶。 此茶出自古医书,一磷转药,运用天然食材制成茶,无副作用,适合不同程度失眠症者饮用。 食材成分,山丹百合5克,酸枣仁5克,茯苓3克,莲子2克,枸杞子3克,桑圣5克,大枣2克,桂圆3克。 制茶方法,将酸枣仁炒熟后捣碎,然后将茯苓和山丹提前泡开。 准备好后将所有材料一起下锅熬煮,大概45分钟左右,待温后,在睡前半小时去饮茶。 成分功效,山丹可入心经,心微寒,能倾心除烦,宁心安神,用于神思恍惚,失眠多梦等病症,酸枣仁被称为东方睡果。 在安神,失眠领域有特别的功效,且疗效显著,桂圆可以补一心脾,养血安神,所以能治疗失眠,福灵,莲子,枸杞子,丧肾,大道均有至心神不宁,失眠,烦躁不安,精神抑郁等作用。 总的来说,山丹桂圆茶所含的食材,都是具有补血益气,清新安神的作用,结合在一起食用,对失眠的作用会大大提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